旧岗岛位于头前夕出海口 过去是候鸟及流鸟迁徙及居住的乐土 但随着潮汐及河水将海漂垃圾带往旧岗岛高潭地周边 大大影响了在地的景色及生态棲地 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特别在6月6号发起进餐活动 希望能够还给旧岗岛美丽的环境 我们在旧岗里面办理一个环境 环境营造改善工程 我们希望完工之后 希望大家来这里玩 其实环境营造工作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要有一个干净的环境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办理淨滩的活动 希望还给大地一个干净的环境 淨滩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希望透游淨滩的这个活动 让大家不乱丢垃圾 盯着三十几度的大太阳 一百五十位志工不停将路边的垃圾 一一剪进垃圾袋 其中还有许多爸爸妈妈 特别带着孩子来做机会教育 希望能够让环保及爱护地球的观念 从小在孩子心中扎根 这次进餐的话 因为带小朋友来 那他现在就只有中班 然后他平常有参加荒野活动 然后荒野会有进餐活动 那他都会一起参与 所以他都知道现在目前 就是从小让他深入那个环保意识 然后从小培养起这样的概念 对 所以参加这样的进餐 我是觉得蛮有意义的 不过短短几百公尺 志工手中的垃圾袋 那几乎就已经塞得满满的 而其中最多的就是免洗餐具 餐具啦 那种免洗餐具啊 包括宝特瓶啊这种啊 然后还有这种工程废弃物 像这个保力龙大格勒板这种啊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如果水手把这些东西都拿去丢的话 那就没有没有丢弃就没有就不用进餐了啦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大家在努力一下下这样子 这里环境真的很好 希望民众在进入头前夕旧港岛内游览风景时 除了欣赏当地美丽的景色 也务必要将垃圾随手带走 养成减少垃圾制造及垃圾不落地的习惯 让我们一起留给后代子孙 一个美丽干净的河岸生态景色 开播新竹简出期采访报导